小朋友们,大家好!答案就是架子骨啦! 架子骨粗粗的腰,大大的肚子用手敲,圆圆骨长长垂,咚咚大大正好听! 用脚踩,用手敲,大个子,小个子,骨儿家族兄弟多! 小朋友们,快来听我的演奏吧! 哎呀,今天程中哥哥身边站着两个小小架子鼓手,他们好像都还蛮会打架子鼓的哦! 所以呢,这个关于这样的骨的问题,我觉得我要跟他们俩来好好讨教一下 它的名字叫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骨锤! 这个叫骨锤! 但是骨一个有几面骨? 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是不是有七面骨啊? 我们再敲一下每个骨,看看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不是一样的? 你不知道这个骨是怎么发出声音的? 它是通过这两面的骨皮,然后里面呢,有一些空气,密封了之后,它这样是打,然后就会质疼的吧! 用脚踩的这个骨叫什么骨? 就是最大的骨! 最大的骨! 小朋友,我们架子骨有五个骨和七个骨的哦! 我们也有电子架子骨,我们的架子骨既漂亮又好玩,多瞧瞧还可以增加音乐节奏感呢! 哇,给你掌声鼓励一下! KK噸噸笔,飞行优乐园,海上! 青蛙哥哥,要做手工啦!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爬纸,双面胶,彩笔,剪刀,木夹子! KK噸噸笔,飞行优乐园,每天下午五点哦! 哇,这是我准备给小飞猪的礼物,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哟! 小朋友,欢迎你们来到KK噸噸笔,飞行优乐园,我就是画不朽为生气的青蛙哥哥啦! 大家好,我就是最最喜欢你们的小飞猪噸笔啦! 小飞猪,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一头可爱的小奶牛! 谢谢小飞猪,我告诉你,我也准备了小礼物给你哦! 等等吧,迫不及待了,快让我看看吧! 停,停,停,在哪? 哪里,哪里,哪里?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青蛙哥哥,你帮忙打开吧! 快快!啊,就是什么呀! 你是猪头? 啊,我没有这么说你啊! 我明明不是准备这个礼物的呀! 你不要生气吗? 哦,我不管,我不管,青蛙哥哥,你要再送一个礼物给我,不行不行! 哦,我可以用夹子来做一份礼物送给你! 我要可爱的礼物,可爱的玩具! 好,来吧,让我们一起开工肉! 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有,卡纸,刷面胶,彩笔,剪刀,还有小夹子!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做出一只大鲨鱼,怎么吃小鱼! 让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步骤吧! 哦,不子哦,不子哦,baby,卡纸拿出来画一画 哦,不子哦,不子哦,拍拍,画,画,画出大鲨鱼! 好,小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卡纸,来画我们的大鲨鱼! 你来画一只大鲨鱼,画差不多跟我们的小夹子一样大小就可以了! 好嘞好嘞好嘞! 大鲨鱼,大嘴巴,还有锋利的大牙齿! 画好喽! 你跟,你跟,紧我哥哥! 大鲨鱼还有两排大大的牙齿! 小飞鱼,你画得好好看! 诶,那我们画一只小鱼儿,怎么样? 好呀好呀,紧我哥哥,你来画吧! 好,嘿嘿,我的小鱼也画好喽! 对对!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吧! 哦,不子哦,不子哦,baby,剪刀拿出来剪一剪 哦,不子哦,不子哦,拍拍,剪,剪,剪,鱼儿剪出来 有大鱼,有小鱼! 到底我们先剪哪一只鱼呢? 我们先剪大鲨鱼! 好,剪大鲨鱼,就要用剪刀! 是的呢,小朋友们,我们在使用剪刀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哦! 最好是啊,喊爸爸妈妈一起来帮你剪! 千万不要剪刀自己的小手啦! 小朋友们来注意一下,我们从这个鲨鱼的嘴巴这里把它给剪开 好,看清楚怎么剪 好,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小鱼儿 对呀,我们的小鲨鱼